各位朋友大家好 又到了大家吃便當的時間 冰箱因為最近店裡很忙 所以一個人做 也不是忙就是 一人公司 好店有兇工錢 所以最近沒什麼時間出來吃東西 所以便當系列就中斷了一段時間 那今天 今天 下午特別 抽空 剛好要到附近買東西 今天就帶大家來吃熱 米其林必比登推薦的 生命桶放肉吧 今天就要進來吃熱 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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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 去乜irs destroys Ado 中校路的成名桶礦肉飯 可是我今天點的是排骨飯 因為我們便當 大家來吃便當系列 如果排骨飯我都會先 點排骨飯來做標準 那他們今天在店裡面用的是排骨便當 排骨便當是120 然後他是 可以選六樣菜 六樣菜可以選三樣 就是剛剛那個點餐那邊會有個白板 然後他每天 每天 有什麼菜就會寫在上面 可以選六樣選三樣 那我今天選的是 滷豆腐 白菜乳 然後跟油菜 然後筍肝也是其中的選項 但是因為他們說排骨飯已經有筍肝了 那建議我就不要點 順幹 點別的 然後這樣這個排骨便當是120塊 那以排骨便當來講 價位是偏高 那再來這個是 酸菜肚便當 這是另外自己點的 這50塊錢 然後給大家看一下裡面的料 那鍍片湯 從50塊來說 價格也是稍微比較高一點 一般大概是在30到40塊左右 行情 然後再來看他的排骨 這是他的排骨飯 今天 聽說最後一塊排骨就是 大家看到這一塊 因為已經被我買掉了 那晚上他們都不賣了 好 那排骨就是一樣 是帶骨的豬排 然後下去 油炸 再滷 下面有配菜 有筍肝 有酸菜 那酸菜在他們的醬料台那邊 這邊 醬料台這邊 也有 不夠可以自己在拿 好 那我們現在開始來吃這個便當 這個 因為 本來應該是要 包便當回家 再跟大家介紹 可是我今天實在太餓了 然後 等一下回到家 可能也沒有時間可以 吃便當給大家看 所以 就 原則上 之後如果再拍這些新的影片 店裡面有便當 我就會點用 然後再 在那個 店裡面就用餐 用餐 用掉這樣子 那除非是 應該是不太可能 除非是 又因為疫情 不能內用這樣 那我們現在來看 他們家的 便當 首先來看他們家的排骨飯 然後 這是一塊排骨 然後裡面有 排骨 蒜厚 有點重量喔 那加不起來 然後有 筍絲 筍絲 所以他剛剛叫我選菜的時候 不要選筍絲 然後有酸菜 這邊有酸菜 好 我們現在來吃排骨飯 其實 這家應該要吃的是 礦肉飯 因為 以前那個 自從那個 大智路的 硝 變難吃之後 我看 中校路 大智路這邊應該 甚至陳明瞳最好吃 對 因為已經沒有收選了 呵呵 我來吃他的排骨 蠻厚的 有點厚度 喔 不高 真的 大概兩公斤厚 那 誇張 那不知道是 這是今天最後一塊排骨 最後買到 菜關機 不知道是因為這樣 嗯 我覺得這排骨還很好吃 哈哈哈哈 好 要怎麼吃 那種酸菜喔 基本上就是那種 割刮包那種酸菜喔 有點 不知道他們家比他們家那麼甜 好 來吃一下 油菜 最近是油菜的季節啊 我店裡也有用 哇 那白菜有 就是清爽型的啦 也不會很 沒有 沒有 沒有油 對 好棒喔 好棒 他們家的飯比較稀啊 這樣變成淋了魯絲之後會 有點呼呼的 好 不難吃啊 其實這種 要焦魯絲的飯 我會比較喜歡那種 粒粒分明的 的那種白飯 大家看的滷豆 豆腐 豆腐 其實像這種喔 賣滷肉的名店啊 我建議大家就是買滷豆腐 因為 他們會用他們的招牌滷汁去滷 那豆腐就會蠻好吃的 然後 再來就是吃他們家的那個 酸菜醋片湯 然後就是 蠻古早味的啦 那酸菜就是 可以 可以很多 現在吃到現在的感想就是 現在的感想就是 上可 上可啦 畢竟這也是 米其林推薦的 畢比登推薦的那個 名店 那今天吃這樣的話 連個湯是 170 然後以台股飯的價格來說 就是偏高 但是他的台股蠻厚的 所以 基本上那個 CP值算還好 然後來這邊我還是建議大家 就是可以吃那個 吃 礦肉啦 因為礦肉必須它的招牌 還有碎肉的招牌 那今天吃 排骨是比較一些 然後 120的價位在 台中 排骨飯 便當算是比較 中高價位了 好 OK 那今天的 便當的介紹到這裡 然後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幫我們訂閱 然後 再幫我們多分享 OK 那今天就先介紹到這裡囉 掰掰